有同学马上有反应,里面的时数跟公里还是中文的,如果说在其他语系里面就怪怪的,因为看到了其实其他语系国家看不懂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要把什么呢,把时数跟公里也把它变成什么呢,把它变成多个语系的话 第一个也是一样,把时数跟公里把它复制,贴到哪边,也是一样贴到这边,就是说你建两个,我这边建两个,一个是什么speed,叫时数,就是这个对应到的,这个资源档里面有个string叫speed,它就是时数,然后这个km名称就是公里 那另外英文版,日文版一样,也是怎么样呢,你把这个里面的对应的resource,也是要把它改一下,这个是speed,时数把它翻译到speed,然后那个km的这个就是km,就是km OK,那就是把它做翻译的动作啦,那其实或者你可以做完之后,从那个什么string这边把它贴上,贴过来改也可以啦,这边把它改也是一样,那只是说改完之后 我们要怎么去存取它,其实存取它非常简单,就记得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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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选,那个方选叫get,get什么呢,street,get3就可以把它get到了,所以非常简单,那get3怎么怎么来陈述,比如说我刚刚不是见两个对不对,那这个时数是那个,它的一个自算资源档是那个叫speed,所以如果你要get它的话,非常简单,就是记得是用get, get3,这个 function的话呢,是内建的function,get3,然后呢,后面就加上什么r,我们因为已经有登录,对不对,r点,点下去之后的话,你找到不是id哦,是什么呢,stree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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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,对不对,enter一下,点下去之后的话呢,各位可以看到,有没有一个speed,有吗,对不对,就是我们刚刚见这一个,这样子, 这个方式的话呢,它就可以把我们get回来了,所以以后的话记得就用get,那如果你相关的讯息想要查询的话,有没有要放上去,它这边也有啦,它告诉我们说呢,它这个是属于enjoy里面的content里面的一个context,底下的一个什么呢,get3的一个方法,那这个方法呢,你只要给它一个什么呢,给它一个resource ID,有没有,这个ID的话是印着一个整数嘛,OK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,相关的说明,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, 然后后面的话呢,是一个km,所以呢,抽揽一下,Ctrl C,然后呢,后面的话呢,Ctrl V8,后面的那个speed,改成什么呢,改成km就可以了,这样子的话呢,以后呢,无论是,这边点一下,重点一下,然后去抓一下,反正你点下去之后,看得到,enter下去呢,一定不会有bug,就要尽量用选的啦,不要自己key,key上去的话很容易出错,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,按save一下, 好,save之后的话呢,我们把它执行起来,给各位看一下,基本上呢,如果你把它执行之后的话,在英文或者中文的环境下面哦,刚刚本来是只有那个,呃,只有那个质部分的话,质部分外面的那些,包含那个英里跟公里是,是那个中文,OK哦,那其他这边底下没有嘛,那这边我们点一下, 好,然后输入一下,基本上哦,它就会自己去get,在中文环境下面的话呢,它就会出现英里,多少公里,那如果在那个什么呢,英文环境下,因为我在这边有一个自算之间,这边也会变成英文,所以,关键好,特别注意哦,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,第一个,请各位在speed,就是说在streets里面自己在键,第二个的话用什么呢,用get stream,然后呢,r里面的stream里面, 就是把里面的自算之间档,抓回来就可以了,非常简单啦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,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,以后哦,你的外部也可以是多国语系,那程式码里面呢,也可以是多国语系,所以哦,你以后,只要画面上的自串,你可能要先把它列出来,然后会用到的那些显示的讯息,也要先把它列出来,然后再做这个多国语系, 不过一般是这样啦,你可能要先把你的这个APP先确定下来,稳定下来,不要有再新的或新增的,不然的话你每做一次,你要再更新一下那个语系档,你就会很头痛,你最好先全部做完,再来做多国语系,所以这部分的话顺便提一下,那透过这个范例里面,我们至少解决了几个问题,就是说,以后如果惊叹号出现的话,就是等于是,你那个,呃, 你的自串来源,不是在什么呢,不是在那个Stream的支援档里面,那第二个是说呢,我们可以就是建自援档之后,再建多国语系,那最后第三个是利用GateStream,GateStream这个方法去取得什么,取得那个自串,取得那个自串支援档里面的自串,那利用这样的方式,其实你就会处理很多,呃,可能会遇到那个多国语系的相关问题, 这些问题都,都,都可以解决啦,ok